一点听音乐 音乐听一点 听一点音乐 好我们今天的单元非常开心的又邀请到我们节目的好朋友 他今天呢要来跟我们上这个Jazz and Blues 就是爵士跟蓝调的这个进阶课程 之前呢已经跟我们上了一个入门班了 不晓得今天我们这位好朋友要带我们听怎么样的Jazz还有Blues的音乐呢 首先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这个好朋友 他就是哈喽露露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上一次就是露露有带来你的这个专长的音乐就是Blues跟Jazz 带我们去好像敲开那个Blues跟Jazz的门 带我们去从这个入门去听这个什么到底是Jazz跟Blues的音乐 那么今天你要带我们就是再走进一步去听这个Jazz跟Blues了 对我今天还是介绍一些比较经典我收集过来的爵士和蓝调 是 大家欣赏 好那么我想呢在这里是教育广播电台音乐疯一点 我是琳达 今天带大家来疯的是Jazz and Blues的音乐 就是爵士跟蓝调 在我们现场呢当然就是我们的Lulu咯 嗨 嗨 Lulu刚刚刚已经跟我们介绍了两首非常经典的这个Jazz的歌曲哦 就是Sing in the rain还有Smoke gas in your eyes 那么接下来Lulu好像要带我们听一个比较不一样的Jazz的音乐 你刚刚说在欧洲他们一般的平民一家 我们说音乐无国界只要能够被任何一个社会背景体系接受的音乐 通常都很容易融入其他的文化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介绍这个Original Dexeland One Step这条歌 Original Dexeland其实这个名词其实是当初路易斯阿姆斯撞的乐团 的名字 真的啊 他们可是为什么欧洲人把这条歌曲成Original Dexeland 其实主要原因就是他强调我们这个就是最原始的爵士 是徐凤 但是是以交响乐的形式演出 感觉就是一个还蛮精彩的一个乐团 我不知道因为刚开始欣赏爵士的听众能不能接受 但是如果听久了绝对或是已经习惯听交响乐的 一定会喜欢这种爵士型的交响乐 因为他更轻快 是 所以他整个曲目就是只有乐器的弹奏 对 他们是以整个像有点像大乐团式的 整个交响乐团一起一起齐奏的 今天介绍这个Duck Emmering 他是德籍音乐家 可是他其实跟随当代很多音乐大师学习过 而且他在英国和德国都有那个深造 他目前是跟瑞士的爵士交响乐团有密切配合 而且五月多他一直在欧洲巡回演出 这个团体其实已经被中国 苏俄还有美国 还有澳大利亚 还有墨西哥都邀请去演出 那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其实目前有音乐组织 正密切跟他保持联系 应该是不久的将来大家就有耳符听到 是 好 希望他有一天真的可以来到我们台湾 开他们的这个演奏会 应该是机会非常的大 OK好 到时候如果有好消息的话 请Lulu一定要通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一定会保持联系 OK好 那么如果听众朋友们呢 想要更加的认识这个乐团 当然就是要听Lulu 等一下要带给我们的这首曲子了 对 听这条歌说 绝对是用大乐团式的心情去欣赏 因为他所有的乐器都在表达 而且后来的鼓掌声 你就可以知道 大家对这个音乐接受的程度 所以这是个现场演奏的录音版本 对 现场演奏 OK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马上来欣赏这个 Dirk Emery所演奏的 Original Dixeland One Step OK一起来欣赏 同学要提醒听众朋友们 别忘了半点过后 记得回到教育广播电台的音乐风一点 Original Dixeland One Step Original Dixeland One Step Original Dixeland One Ste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希望这些美好的音乐可以陪伴大家度过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 也希望大家能够越来越认识我们Jazz还有 Blues的音乐 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凌晨一点到两点 请继续锁定《照育广播电台》的音乐风一点 晚安 拜拜